各位亲爱的同胞 兄弟姐妹们 8月12号 回家投票 与其在家睡懒觉 不如回家投神圣一票 与其那边大声小声 不如回家投票发声 对不对 你不投票 别人帮你投 然后他乱乱投 投到最后 血狼儿变成像季兰丹一样 那时候就惨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的大选 是中庸对极端之战 是开明对保守之战 是这个多元对单元之战 律朝来势汹汹 回教党的成全政治 已经来到你家门口 你已经看到 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要出来投票 我今晚有六个理由 为什么六个理由 因为华人相信六六大顺 什么六个理由 第一 维持政治稳定 马来西亚 刚刚摆脱政治动荡 上一届大选 中庸对方 我们要做四个小项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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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Malaysia tak boleh, kita tunjuk boleh. Boleh apa? Boleh tukar empat Perdana Menteri dalam lima tahun. Akhirnya, siapa jadi mangsa? Rakyat yang tak bersalah. Oleh kerana itu, negara ini memerlukan kestabilan. Tanpa kestabilan politik, tak ada kemajuan. Tak ada pembangunan, tak ada kemajuan, mana ada peluang pekerjaan. Oleh kerana оleh kerana kemajuan, Let's think our tools about Kita yang terk diversion untuk 4000 dan kita akan bela right dekat dari 4 saya Hiça kemah 4 per pie 变成4万票 因为不中 有很多优质 你们这边很多 可能是其他州 其他区的 请大家明天晚 今天晚上开始 总动员 一人拉10票 一传十 十传百 8月12号 不在家里睡懒觉 回去投票 好不好 你不要投票 别人帮你投 到时候 结果 学家人说 大事大条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维持政治稳定 因为没有政治稳定 投资者不进来 经济不能发展 没有投资 就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 就没有工作做 没有工作做 就在家里做什么 吃草 所以各位 所有的叫发展经济 政治稳定 是关键的一刻 这个第一个理由 第二 我们要发展经济 雪州是属于全国经济的火车头 在这三届里面 西蒙执政雪州 全世界都看得到 全世界看得到雪州 已经是全马第一 全马第一最多外资的地方 全马第一福利州 从出生到去富贵山庄报到 雪州政府的福利 应有尽有 出生有婴儿辅助金 对不对 出来有免费巴士 免费水 免费补习 免费购物 现在还有免费保险 对不对 只有雪州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雪州政府懂得管理 所以要发展经济 一定要选懂得管理的政府 而且是有良好记录的政府 雪州这里最出色的 其中一个 就是品拉拉的候选人 黄思汉 黄思汉 是雪州政府团队里面 最杰出的其中一个 杰出青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他不只当选 还能够带动周边选区 高票中选 传达一个信息 人民不要极端 人民不要保宗教保守 也不要煽动 种族情绪的 种族政治 所以各位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选出 良好施政的政府 你看 雪州比 跟季兰丹比 雪州给西门管理之下 全国最富有 季兰丹给回教党管了33年 全国最贫穷 季兰丹33年 如今最基本的清洁水工 都没有办法出现 马来西亚大法官 曾经公开讲过 是吉兰丹人 他说吉兰丹给回教党管了33年过后 现在什么东西多 什么多 爱之病多 强奸案多 毒品案多 贫穷人士多 连青年外流人才多 这就是吉兰丹 所以我们要赢吉兰丹 把吉兰丹变成好像雪狼儿一样 而不是把雪狼儿变得好像变成吉兰丹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所以这是一场进步 对落后之战 我们昨天晚上 推展他的竞选宣言 我从头看到 他的竞选宣言就是车大炮大会 我们不是没有给过姆姆丁做首相 姆姆丁做首相 做了怎么样 马来西亚人民 从来没有这么苦过 就是因为 那个姆姆丁的棍材丁走少选 来到抬头了 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人挂摆旗的 只有国门执政的时候 全国人民挂摆旗 铺天抢地 国门执政时期 除了人民被逼挂摆旗 全国自杀率也是最高的 国门执政时期 我一定做首相 一天有四个人跑去跳楼自杀 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国门执政当时连鸡蛋都没有 bekalan telur pun takde semalam Perikatan Nasional dia umum dia punya manifesto tapi kita bukan tak pernah berikan peluang 33 bulan dia perintah apa rakyat dapat? yang rakyat dapat? bendera putih bendera putih rakyat terpaksa gantung bendera putih waktu itu satu hari empat orang bunuh diri pendidikan lingkup tutup kedai ramai lagi bekalan telur pun takde harga minyak harga minyak harga minyak harga ayam harga minyak sekarang di bawah kerajaan Malaysia Madani harga barang sudah stabil harga ayam dulu satu kilo empat belas ringgit hari ini tesko cuma tinggal enam ringgit sembilan puluh sembilan sen waktu Perikatan Nasional jaga bekalan telur pun gilet bucit waktu itu telur pun takde sekarang bekalan telur sudah stabil ini adalah fakta rakyat boleh tengok dengan mata sendiri oleh kerana itu marilah kita pastikan Perikatan kali ini bukan saja kalah teruk di Selangor pastikan kita minta kawan-kawan sanak saudara balik kampung undi Pakatan Harapan 有西门 投西门 没有西门 投国正 因为我们要 確保 Malaysia 不会变成 回教党 执政的 吉 lantan 好不好 所以 第一 维护 政治稳定 第二 发展 经济 第三 良好 失证 good governance 很重要 第四 我们要 确保 Malaysia 换卫 多元 拒绝 极端 拒绝 极端 你看 今天 我们给 吉兰 当 给 回教党 执政 你不要 以为 哈迪阿旺 公开 承诺 回教党 执政 不会影响 到 非 回教徒 可是 上个月 就发生了 几单 第一 Kotabaru 华裔女业者 在店里面 卖短裤 自己的家 自己的店 自己的产品 当然要穿出来 做promotion 对不对 不然怎样卖 那个 Auntie穿短裤 也中三万 而且在自己的家里 穿短裤 也中三万 今天在店里面穿中 明天会不会 在家里穿也中 不能穿短裤 难道穿体裤啊 对不对 这就是极端的体现 而且都是 事实摆在眼前 第二单 上个礼拜 又来一单 华裔 非穆斯林 剪头发的 剪头发 那个Auntie 在那边开店 一个穆斯林男子 带着老婆孩子 去他店里面 剪头发 剪完女儿 剪他老婆 剪完老婆 他老公讲 我的头发长了 顺便帮我剪一下 那你知道剪了之后 他是拿牌 剪头发 有license的 他帮穆斯林男子 剪头发 中三万一百块 所以各位 这不是极端 是什么 这些都是回教党执政 但是不会发生在雪狼儿 因为雪狼儿回教党 没有在这边执政 而是由西蒙来主导 所以我们要确保 雪狼儿继续繁荣 参盛 继续和平共处 就要确保 拒绝极端 把这些极端分子 赶出雪州 好不好 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原因 第五 换卫多元 马来西亚从独立到今天 就是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国家 是靠着三大种族 把国家的独立主权 争取回来的 绝对不是靠当一种族的 每一个种族对这个国家 都有贡献 都应该珍惜彼此 都应该同舟共济 团结富足 马来西亚才会繁荣昌盛 人生自古谁无始 留取担心 照汉青 如果你爱国 不要只是大声小声 就要确保你8月12号 不用讲多多 出来投票 在黄思汉旁边打一个X 就对了 投票是最实际的行动 讲多没有用 最终要站出来投票 而且要号召所有的孩子们 孙子们 308政治海啸 当时是年轻人影响老年人 这一次812投票 是老年人影响年轻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 经不起再一次的政治动荡 过去五年换了四个首相 搞到外资不敢来 马币不能起 经济不能好 所以这一次 好不容易 国家才开始稳定下来 我们要确保安华 做首相 不只是五年 是能够有最少十年 才能够落实 改革开放 让马来西亚东山再起 好不好 所以各位 如果要安华做两届 雪州 深州 冰州 一定要保住 确保中庸 进步 多元 开明 是马来西亚的政治主流 而不是极端 保守 落后 当元 我们今天 能够看到 胡总这个 华晓建校 的公委会也在这边 这体现 在雪州执政之下 华晓 独中 印度学校 马来学校 宗教学校 各源流学校 白花齐放 各源流学校 都获得公平的对待 所以你看雪州的独中 每年两百万 一间五百千 讲到做到 人未到 钱先到 这么多年来 都是这样 大选之前 雪州政府还送了 十五某英某的地 给巴生的独中 兵华独中 对不对 这体现了 政府的开明 多元 也符合 国家的利益 这都是得来不易的 好像吃榴莲 猫伤亡一样 你不能从榴莲 等着它跌 你一定要浇花 浇花施肥 打药 民主也一样 民主也是要靠我们 一步一脚印 去把它呵护 让它壮大 所以我十多年前 演讲的时候就讲了 头可破 血可流 民主不可 不追求 所以我们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 这一个政治海啸 308 505 509 但是 马来西亚错过了太多 太多的改革契机 我们第一次国家有机会改革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1998年 安华被开除的时候 当时马哈迪跟安华有不同的意见 安华要改革开放 马哈迪要保守封建 所以安华被开除 马来西亚错失了第一次 reformacy 烈火莫习的改革契机 第二次 我们又再错过了什么时候 那就是当 Abdullar Badawi上台的时候 2004年 那时候从小开放 走向大开放 林基祥喊出大开放的口号 可是 Abdullar Badawi 加则新首相效应 在国会内拥有92%的议席 可是Abdullar Badawi上台 原本是改革的好时机 应该驾正名望 改革开放 到他下台 又错过了第二次的机会 第三次的机会 是 阿吉普哥上台 阿吉普哥开始上台的时候 也是满怀壮志 可是呢人家说 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现在呢 倒转过来 男怕不是入错行 男怕娶错老婆 阿吉普哥娶了罗斯马 就搞到one mdb出来 现在还帮我们 欠了500亿的烂账 要我们去还 这是第三次契机 连续三次错过 马来西亚已经在经不起 这个动荡 如果你眼睛张大一点 越南 泰国 新加坡不用讲啊 越南 印尼 已经引头赶上 马来西亚过去是东南亚的老二 可是今天 很多国家已经一步一脚印赶上我们 今天我们终于 引来了 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 就是靠着烈火莫习 Reformacy 上台的安华 终于经过24年的等待 守得云开 建月明 终于成为首相 而他今天要改革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真正要改革 就是从8月13号开始 为什么8月13 因为周选之前 绑手绑脚 他如果改革 开放就会得罪 很多既得利益分子 国家没有办法进步 但是他如果改革 周选前改革 可能我们六个周全部输掉 所以呢 他必须等到周选过后 才能够落实真正的民主改革 而这一个要给他这个撞他的胆 给他一个强心计 就在于六州的选举成绩 如果雪州胜 胜州胜 兵州胜 哪下击打 哪下丁加弩 哪下季兰丹 改革开放 水到居成 所以各位 我们纽州胜 我们的исл prestigious 那时候 Intro 来自然的 胜孟 胜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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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ост Windows tres sehingga masyarakat berbilang kaum yang penuh dengan keharmonian pecah belah, hancur berkecai. Saudara-saudari yang saya sayangi sekalian Malaysia, tanah air kita. Malaysia tanah tumpah darah kita. Ini adalah tanah tumpah darah kita sebab itu, ini adalah tanggungjawab kita bersama marilah kita semua pastikan pada tarikh keramat 12 hari bulan Ogos ini. Keluar undi harapan, keluar undi barisan nasional. Pastikan perpaduan dikekalkan Malaysia Madani tetap disokong dan didokong oleh seluruh bangsa Malaysia 所以各位 我们刚才 讲了,第一, 维护政治稳定,第二, 发展经济,第三, 拒绝极端,第四, 我们的心态 号召更多的人 回家投票 8月12日 回家投票 让它成为我们 今晚开始 我们的面子书 Instagram TikTok Twitter 全部都是 回家8月12日 总动员 回家投票的讯息 一传十 十传百 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所以各位 我们等一下 还有郭冰心 还是还有我们 巴拉公的候选人 还有我们 国会的副议长 我今天 来到这边 就是要传达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这一次的选举 关键在于 投票率 尤其是 华社 印度同胞的 投票率 更加是 重中之重 雪州 56个州一席 有些一席 可能华人选票 不占多数 但是我告诉你 他却是 叛演着 赵王者的角色 少数关键 是非常重要的 选举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 策略 因此 每一票 都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说 Kindada 之前赢了几万票 这一次没有问题 我告诉大家 我来自 霹雳州 我们霹雳州火箭 曾经一届 赢17支火箭 5年以后 输到剩下一支 我们也曾经 一个选区 赢1万5千票 到过后 输了14票 14票而已 就是你们一座的人 两座人回来 就可以改变 整个选举的成绩 所以 当今 马来西亚的政治 已经没有 所谓的安全区 需要大家团结 展示 应该站出来的时候 就要站出来 该出手的时候 就要出手 所以 改革开放 让我们从 紧拉拉开始 保住思汉 创造高峰 好不好 好 好 好